2021年2月3日,大天使麦克尔,掌控你的命运,作者Ronald Weizen 亲爱的大师们,你们目前正处于整合造物主之光的下一个适当层次的过程中,借助于你们超灵智慧的帮助, 连接并整合你们第五维度自我的许多方面会最终导致一个新的生物造物蓝图, 你们与生俱来的神圣权力包括造物的所有天赋,才能、属性和美德,它们是免费的,你们可以拿走的, 然而,你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完善它们,然后与你们身后的人分享你们的融合智慧, 明智的人,地球的主人和道路上的提升者已经花费了无数的时间和努力来展示它们的才能, 并获得它们与每个寻求智慧的人所分享的智慧, 它们的使命是让人类的旅程或获得自我掌握的任务变得更容易, 它们的努力理应得到回报。 提供的服务必须有大量的某种形式的交换, 你们会拿出时间和努力与他人分享你们的智慧, 或者以某种方式补偿那些为你们铺路的人, 通过向你们提供更高领域的高级智慧教导, 你们必须努力地把你们的想法和目标提升到可能的最高频率, 从而让它们成为有利于全人类的完美理想。 觉醒的过程需要穿过情感星体层的许多层次, 你们的目标是把自己集中在更高的意识层面, 随着它或它的意识、智慧和光的增加, 门徒的视角逐渐扩展到包括它或它的个人世界环境, 以及物质家庭的义务和责任, 渐渐地上进者的影响力增加了, 它或它成为世界服务者的潜力也增加了。 要驯服小我, 获得成为世界服务者所需的知识和专长, 需要不断地深思熟虑地努力。 你们必须是一个杰出的榜样, 也必须有能力刺激和激发对灵性智慧的渴望, 才能为人类服务, 成为一盏指路明灯。 一个开悟的老师提供了被揭示的真相, 同时也为他们的学生提供了接受或拒绝教会的机会。 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很难发现自己的使命或激情, 所以你们在惰性中度过了自己的日子, 你们继续什么都不做, 没有尝试在你们的生活中开始积极地改变。 不是每个人都注定要教育大众或成为世界人物, 正是你们中的那些人在悄悄地履行着你们的日常职责, 当你们在自己内部做出微小的稳步改进, 同时把造物的爱光辐射到地球和世界上, 它们正在对地球上的负面环境产生最戏剧性的影响。 我们正在基层寻找世界服务者, 你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帮助扬升和完善群众的集体意识。 当你们经历转变的审判、考验和挑战时, 我们希望给你们中的那些感到无助和恐惧的人以鼓励, 因为他们无法走出你们所处的困境。 难道你们不愿意敞开你们的心扉去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 能从神圣存在的领域中可以得到帮助, 有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一种更精致的生活方式可以提供给你们吗? 你们祈祷常常在绝望中祈求帮助, 然而,如果它不是以一种你们感到舒服的形式出现, 你们就会否认和拒绝它, 祈祷总是有答案的。 然而,如果你们要求的东西与你们的灵性命运不一致, 答案有时会是不。 祈求最大善行的祷告显化为大大小小的奇迹, 为安逸和恩典的生活开辟道路, 小我欲望身体的祈祷通过允许你们寻求你们自己的解决方案得到了回应, 这表现在你们的误解和不恰当的行为中。 生活的课程是通过体验你们所创造的东西来获得的, 小我会吸引不和谐和不满, 这导致寻求者回去寻找自我之外的解决方案和满足。 你们必须学会用你们纯洁的心和最高的意愿祈祷, 当你们提高你们的光伤, 你们会增加内心的磁吸引力。 你们必须学会用感谢和感恩的心去接受赐予你们的丰盛。 为什么不从列出你们生活中的那些你们想改变的消极的事情开始你们的使命宣言呢? 从你们生活中的一些小变化开始, 记住,你们必须从你们自己开始。 我们向你们保证, 如果你们齐心协力使用我们给你们的工具, 你们将开始看到你们生活中的巨大变化。 我们要你们来考验我们, 以开放的心态, 学习一些我们已经给出的基本概念, 慢慢地胆忠实地, 把那些你们最强烈共鸣的概念落实到你们的日常生活中。 请允许我们引导和激励你们, 这样做, 你们就会有天堂的力量支持你们。 如果你们放弃, 你们只会失败, 亲爱的们。 时间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很明显, 大众的恐惧和愤怒, 自然力量的力量, 以及地球的变化和进化每天都在加速和增强。 各派系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两极分化, 不仅在世界各地单独的地方, 而且在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种族, 文化、 宗教和政治派别也是。 我们已经告诉过你们, 光明和黑暗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 从崇高和世俗的角度来看, 这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沐浴在火光中的区域, 感谢你们, 光的忠实哨兵。 我们还看到消极和混乱的漩涡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 省、市、 镇、 社区甚至家庭中形成。 如果你们沉迷于世界上的新闻媒体的花言巧语中, 你们会情不自禁地意识到, 那些接受耸人听闻和分离地扭曲信息的人, 正在向呼吸道和意识中喷涌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消极情绪, 对剥夺的恐惧, 对统治者、 领导人和政府的愤怒, 以及对没有个人责任的商品和服务的权力的愤慨感, 都是对世界每个地区和人类意识中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强烈恐惧的症状。 现在是扬升过程的下一步开始的时候了, 许多在这条道路上的高级修行者已经变得精通并全神贯注于这些程序, 在这个时候, 毫无疑问, 那些在精神意识上以任何方式进步的人正在加速他们的觉醒和进化过程, 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因此, 他们可以充当宇宙法则和宇宙真理的传递者和解释者, 你们, 道路上的上进者, 正在变得精通于在第五维度中建造和使用多个光能量金字塔, 因为你们缓慢但肯定地适应了一个 较低的第五维度环境, 你们已经打开了通往光之城的道路, 以便你们可以逐渐融入更高和更精细的光之频率中, 你们也在准备自己定期与你们的高我和伟大的光之存有的许多方面互动, 对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 统一的召唤正在开始, 由此, 你们更高频率的灵魂之歌正在到达你们的超灵高我的各个方面, 当你们经历你们的振动模式, 你们的能量信号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谐时, 你们的灵魂之歌将开始回荡在更高的第四维度和更低的第五维度中。 当你们研究和钻研宇宙真理的奥秘时, 你们将建立一个知识库, 你们可以在需要时加以利用, 同时, 当你们获得更多进入你们神圣心灵的途径时, 它将看起来好像你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宇宙的信息源, 然而, 在一开始, 它会是你们自己的古老的, 宽阔的过去, 这已经为你们所用了, 你们的想法, 概念和复杂的信息将变得越来越敏感, 你们将获得随意利用这丰富的信息仓库的能力, 对于你们中那些正处于第四维度, 更高频率水平内回归平衡与和谐的最后阶段的人来说, 这也是智慧和历史经验惊人转移的时候了, 在适当的时候, 你们会被编程来与你们的一些高我灵魂碎片的记忆种子原子交换意识, 你们每个人都将被赋予一些独特的更高频率的体验, 你们的灵魂火花已经体验过的, 你们将把你们的体验赋予它们, 这都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扬生过程的一部分, 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 这些信息将是令人困惑的, 然而, 你们中的许多人在夜间逗留或冥想中不同程度地体验了这个过程, 因此, 我们希望给你们一个在扬生的不同层次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基本理解, 当你们进化并熟练地与他人分享你们的智慧时, 你们将变得越来越敏感于来自你们的指导者、 老师、 天使的帮助者和来自更高领域的开悟大师们的微妙信息、 概念和想法, 当你们把你们收集到的信息转化为智慧, 并成为每一个新的高级意识水平的活生生的例子时, 你们就有资格把这些概念传授给他人, 你们必须体验你们所被教导的并成为一个光辉的榜样, 这是获得别人的注意最有效的方式, 请记住, 我的勇士们在每一个时代和主要周期, 宇宙智慧和神圣的真理是提供给那些开放的思想和爱的, 顺服于我们父神母神的旨意就意味着遵守向你们启示的宇宙法则, 一个自我主宰者总是在努力地做出最高的选择, 有着为他人服务的强烈愿望, 并且总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物质世界中, 一个真正的力量和光的管道是神性的意识的体现, 一个神圣法则的守护者。 召唤我们, 让我们为你们未来的旅程照亮道路, 你们被深深地爱住, 我是大天使迈克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